Hello, this is Sholene. Welcome to Taiwan. Hello, I'm Wu-Len Chen. Welcome to Taiwan. I hope someday we'll meet each other in there. 背包客我建議就是可以去墾丁 墾丁? 對,然後因為墾丁有很漂亮的那些度假屯 要吃的東西墾丁 應該是那個很大碗的冰吧 還是那個高雄海滋冰 就是你可以去到高雄一個海港附近有一個海滋冰 就是全部都是新鮮水果 然後你可以一直加 然後可以有這麼大的很像一個洗臉盆這麼大的尺寸 就是你可以點一個人或是可以跟朋友一起共享 那在那裡就是玩水上的流動 曬太陽啊,然後 因為其實南部的台灣的居民都非常的熱情 所以你如果有什麼不懂的話也可以問他們 因為墾丁還可以看那個膚淺 就是你如果去交到當地蠻好的一些那個朋友的話 他會帶你去富士觀光區的地方 可以去看那個海底的珊瑚嗎 或是那些 像我就蠻推薦的像淡水 那附近有 除了有河之外 還可以渡那個 渡河 渡河 然後 像北海岸的一些 像金山啊 就是你可以 一群年輕人去喝咖啡啊 然後 那個 開車出去玩這樣子的感覺 就是也可以經過像伊蘭啊 那些地方 然後租一個 那個 民宿也是一樣 就是一群人住在一起的 我會建議是 如果是這樣一群很有活力的年輕人 如果要認識台灣 不是我們印象中的什麼101什麼東西 我會建議他們 往花蓮 台東海岸走 往那邊你去Biking 你去聯絡上那邊的 那個腳踏車的 的俱樂部Club 你去聯絡他們 然後他們可以幫你們找到 租到腳踏車 然後沿花蓮到台東這樣 那條海岸 我覺得是台灣最漂亮的海岸 因為整個海岸是非常延實的 那再來那邊民宿到處都是 那邊很多原住民 就非常熱情 所以你沿那條路 騎腳踏車 你可以隨時停 比如說這個都很漂亮 我就在那邊停住了 我就找一個民宿住 那邊就是有山有海 其實可以非常滿足 年輕的那種動靜之間 馬上可以調整那樣的一個感覺 情侶 我當然 大家台灣的首選 應該是日月潭 情侶那個 因為現在第一 潭本身就很漂亮 但是周圍現在住宿的旅館 也都很漂亮 我覺得對情侶來講 其實在水 在那邊漂亮的湖邊 那麼浪漫的地方 其實那是 那有意思的 其實我個人到另外建議一個地方 就是說除了這個地方 我覺得如果是年輕的情侶 我就建議他們去澎湖 澎湖 澎湖是一個 離台灣不遠的一個海島 你坐飛機過去 其實那邊有一些海島 這沙灘非常非常漂亮 像極背什麼東西 那個簡直像拍戲 你可以在那種潔白的沙灘上 你們可以在那邊散步 你晚上如果便宜 你們躺在沙灘上睡覺 看星星 對那完全是 完全是可以寫詩的 我個人會 是會建議那樣的地方 那這哪個地方 有比較特別的美食嗎 澎湖最有名的就是海鮮 海鮮 各種不同的海鮮 而且海鮮其實各國都有 但是澎湖的煮法是不一樣的 他們很講究很自然 很natural 最簡單的煮法 所以很多東西一定是最新鮮 你可以吃到那種海鮮 本來的最漂亮 最好的味道 像我個人去澎湖的話 其實澎湖很多海鮮餐廳 都是給觀光客吃的 你不要 你去問澎湖的居民 說你們常常去哪家吃 你就去澎湖的人 他們最常去的地方 有幾種選擇 一種是比較靠近城市 你就台北好了 年紀大了 你可以慢慢來 去故宮 你可以看上一天 那些東西 年紀大了 開始認識歷史 那故宮是全世界四大領 服務館之一 你離開台北是半小時 可以到烏來 烏來那地方你泡溫泉 那你如果兩個 只有兩個老先老 天心山老太太 烏來只要離開烏來的 那個小小的街道之後 你走過去 事實上就是完全是 很延史的那種山溪 那個是可以真的是 去森林育一下也不錯啊 然後晚上回來繼續 上面泡泡溫泉什麼東西 而且溫泉 溫泉泥館現在 那個烏來那邊的溫泉泥館 是要提供的那種美食 都是非常養生的 所以他們都會非常強調 那種養生的養生美食 其實對雲髮子來講 這些地方是很棒的 因為台灣其實有蠻多遊樂園 像什麼六福村 台北 台北部是那個八仙樂園 還有一個蠻適合小朋友 去就是小人國 對就是我以前小朋友去 就是有蠻多那個很小的世界 可以讓爸媽帶小朋友去 那自己也去過嗎 小學去過 我剛剛念的都去過 還有西湖渡假村 裡面有很多很刺激的那個什麼 雲霄飛車啊 然後就是一些比較 屬於青少年會蠻喜歡的地方 像我會比較建議那種休閒農場 像清淨農場啊 或是宜蘭那個地方有些民宿 那實際上那個民宿本身的整個設計 就是給一家人住的 那樣的過程 事實上你可以去 比如說去騎馬放羊啊 撿羊馬 然後你在那邊住了 可以看 就是跟大自然是完全接觸的 那那個過程 你住民宿的過程 有一個好處是 他是可以跟民宿的人 基本上交成朋友 他不像旅館那樣那麼冷酷 就冷漠 因為你進去住住 他沒有他就是 你基本上另外一個家庭 接觸到另外一個家庭 就是一個馬來西亞家庭 接觸到台灣的一個家庭 我覺得那種旅遊方式是非常溫暖 對很適合家庭的 嗯 那導演有特別喜歡哪一個農場嗎 你說 休閒農場 休閒農場 清淨不錯 清淨 清淨 我覺得清淨不錯 清淨就是在蘭頭縣 他是在山上 嗯 那附近全部都是 在附近都是高 都已經是高山了 所以很涼快 很涼快 然後又大 然後整個睜開眼睛是綠色 那個是非常漂亮 非常漂亮的地方 最主要我覺得那個地方是因為 都是民宿 所以你基本上是容易交朋友 台灣人就這樣 你有時候跟他交朋友 交到最後一高興起來 什麼都忘記了 都沒關係 都送給 都送給 不要跟他不яч 我會拍攝 躺 妝篺 妝 妝妝 你可以看